《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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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念清静 一念就是想往生 你可以真的往生 但是中英境界的时候 你一念清静 那是到往生的那一刻才能达成 你到了临死那一刻 在中阴生的时候 就是没投胎 这一辈子过去了 下辈子还没开始 这叫中阴嘛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能一面情景 能想起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会忘了吧 你现在连小时候的时候 都记不起来了 割阴之谜啊 你把这一世修行的 很多东西会忘掉 一死四大解体了 头脑一时不思考 然后那灵魂出窍的时候 你忘记了 你随着境界跑掉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不会被 很多境界马上转掉 就是如果你 很渴望的东西 那个时候你想不想 能不能再想起阿弥陀佛 你就知道你会不会被转 很容易 肯定就被科技的 是啊 他也需要 一念清静 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这两句话 你以为那么容易 他要训练的 就是训练 训练 训练的 就是你经常 经常就像 就像我刚开始 修禅力 修无分别境界的时候 修了很多年以后 在梦中 在梦中的时候 我才会想起来 修无分别 就梦里边都忘掉 知道吧 梦中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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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的时候 修 比如说 去个小例子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 我也会注意 修这个无分别 无分别 就是无分别 因为人类的头脑 是二元对立的头脑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高就是低 不是长就是短 不是够就是近 就是这样的 他一般是这样子比较 所以他铺而远 对立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拿着 就是有一次 我们在梦中 梦中就是说 这是一盘菜 这一盘菜 就是很 就是很难吃 就是我尝了一口 我在梦中 就是尝了一口 我对面忘记 我梦到谁了 就是一个朋友 跟我一起吃饭了 好像这样一盘菜 我吃了一口 好难吃的菜 然后呢 我就给他下了个定义 真的很难吃 然后我就把这个 推给他 我说你千万不要吃 很难吃 但是当我这个 很难吃 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为什么要给他 下个定义 很难吃呢 因为我在修行 而且在梦中会想起 我在修行 说是 我在修行啊 我正在修 无分别境界呢 为什么我不能在口味上 所有的说 一定要 而且我说的口气就是 很窄定结识 咬牙切齿的说 这排菜很难吃 就是 就好像是不敢更改的 他不是一种 就是很知道 所有的口味 只不过是我定义出来 难吃不难吃 只不过是我定义出来 是不是 因为佛说 一切法都是你的心定义的 是不是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我 举个例子抽 然后呢 我就想到说 你的头感 都是你定义的 难吃不难吃 说这个很难吃 就说比如说 大便我们觉得很臭吧 是吧 但是斯克拉就很香 是吧 斯克拉每天在那儿 拱粪袋 他就觉得大便是很香 就是说 只是众生的角度啊 平叛不同 就是说 他就对这个口感不同 但是当你在修行的 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修了很长时间了 在修 但我不是从口味修的 但是 因为我是从 基本上从意识层面 是意识层面 是破生面吧 进入大面吧 但是你的口感也跟耳根 鼻跟嘴 口都要去进入分别 那个时候 一下子就想起了 你在修不分别这件 你就跟那个 对面那个人 就说成什么话了 就把这个 很难吃 说了一半的时候 你就说成说 哦 这个菜 可能不太适合 人类的口味 真的就 就会改成这样子 就说 他就不叫不肯 很难吃了 我只说 这个菜可能不太适合 我们人类的口味 就想起 斯科拉 刮风带那种 就是 你就觉得自己 没那么执着了 你就觉得自己 不再抱怨了 不再很执着 就觉得 就在梦里边 你会修 但是这需要你在 日常生活都训练很久 你在梦里边 才绝照到 哇 自己还是如此的执着 扣 就是扣 对味觉的一个执着 难吃 不难吃 苦的 其实是酸切苦辣 都是你的心定义的 因为我们是人类 其实好不好吃 可能就算这个是 是个臭豆腐 也有人喜欢的 是不是 你不喜欢 不代表别人不喜欢 你为什么斩定间间 说它很难吃呢 就是那种分别啊 而且你心是 一定能要认为的 但是如果你修了 一段时间 无分别 你的口气都不一样 你直接就转了 就是 不太适合人类吃 对面那个 我忘记了 梦里边那个 吃了没吃 还是吃了 觉得很好吃 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 就是对这些味觉 一下子放下很多 就最起码 我也分出苦甜 但是没那么较真 没那么执着 所以那样你去 你去了 就是说饭店 大家点菜 或者 不管多难吃的菜 或者是短道你面前 你要么尝一尝 也觉得 这个菜没吃过 或者很难吃 这个很难吃 但是你不会 生气 或者很较真 还觉得 这么难吃的菜 你没什么点 你看白花节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男朋友帮你点 你说 你知道这个菜不好 就给我点 你这不是诚心的 不过怎么种 你就再也不较 不为这种味觉来去 就是说生气 这就是无分别的 就是修无分别 最后心的一种释然 从六根上修 因为破了这种 但我现在还是 说有些东西 我还是吃不了 但是呢 不代表你的心执着 你心就不执着 就心很释然 绝对不会 因为一盘菜生气 不吃 但是 可能你也知道 有人会喜欢吃 不代表人家不好 也不代表 他真的是难吃 是你示意不了 不代表真的难 就是 就每一个耳根 也是眼睛 就是破黑 因为包括眼睛 你看 你看东西 这些东西说 这是白色的 是吧 我们眼睛是白色的 但是你也知道 就像蜜蜂蝴蝶 或者他看这种 因为太阳 他敷衍嘛 太阳反射到 他的光板 他不要 可能看这个是彩色的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说 这是白色的 也只是人力的一个定义 是吧 那你 对其他苦楚看 他就不叫白色 是吧 那这都是个假名符 金刚经说 佛就讲了这个真理说 假名为白色 是吧 我们在人力交流的时候 我说是白色 我总能不能说 这彩色的 但是如果你是彩色的 我也得仔细瞅瞅 是不是长着蜜蜂的眼睛 是不是 就觉得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一定执着 他是错的 只是觉得 他的眼睛 怎么会看到彩色 是不是 而且所有的东西 其实到最后 还是来自于我们心的定义 并不是说眼睛能看见东西 你知道吗 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 如果眼睛能看见 那死人的野猪子还在 为什么看不见东西 死人眼睛还在吧 他为什么看不见 是不是 说明是我们的 他因为没意识 所以一切还是我们心在定义 你的心较真了什么 执着了什么 你就定义了什么 所以我们的心已经被人力骗了 我们来到人力的三维角度 已经被人力的时空 很多东西已经骗掉 骗了 我们较真了 执着了 所以我们就控在人力的 这个人道的 假的时空里 你认为这个 从小告诉你白色 是不是 然后如果你不懂得真理的话 你就控制 你的心里边就把它 定在白色这个色谱上 如果你定义 在心里边有白色的定义 这是白色的定义 而且一定很执着的话 那你就是个人 那其他 佛就说 你是人力 因为你有人力的定义 有人力的 那你就会 控制人力制造出来的时空 包括时间的空间方圆 都是你的心制造出来 所以最终是破心的 执着的方便 你为了 轻轻轻 这些九车 对 还没人 男人 是 准备 但是 大时 その 现在 会 务力出 这个 这是 还是 你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